小时候最幸福的早餐就是一醒来就能吃到一块枪饼和一袋可可牛奶 然而随着体重和年龄呈现性增长后 这些金米和白面已不配再拥有 那么这款百分百的全麦枪饼绝对适合被脂肪分硬颜值的我们 首先粉的选择上我用的是进口的全麦粉 因为国产粉的颗粒比较粗 吃起来呛喉咙 倒入100克的全麦粉 3克的鲜酵母配80克的水 再加入一勺盐和两勺糖 拌均匀后倒入酵母水 不管你用手揉还是用厨师机 得把面团打到细腻后再捏成团 天气比较冷的话就放室内一个晚上发酵 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圆形 尽量擀得薄一点 这里加油的话尽量加橄榄油或者是植物油 千万不要加动物油哦 表面再撒上一点盐 撒上切碎的葱花 从上到下卷起来 像拧抹布一样把它拧成螺旋形 此时面筋会比较紧 先让它休息15分钟 15分钟后再把它擀开 表面撒上白芝麻 因为这是枪饼的灵魂 热锅冷油 下饼关火 再盖上盖子 让饼发酵10分钟左右 10分钟后在饼的四周加点水 开始小火烘烤 水蒸发完以后再翻面 再继续加点油和水 出锅后有一股非常浓郁的葱香味道 而且柔软的口感绝不亚于普通的枪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